作为年度最让人期待的恐怖生存游戏 卡蒂斯多协议距离发售日越近 人气就越高 或许是凭着绝命一次元精神续作的头衔 大家对他的期待是真的搞到一个极致 这股日潮一直持续到游戏正式发售为止 无论是媒体还是玩家评分 游戏的评价都不如预期的那样让人兴奋 提问 是我们对游戏抱着过高的期待 还是游戏本身就不太理想呢 这里我将尝试从三个不同的角度 把游戏几乎所有能体验到的内容 瓜分为故事剧情 核心体验 以及感官表现 让身为玩家的你去判断 卡蒂斯多协议究竟值不值得尝试 在这之前 我们也曾经上传过游戏前两个小时的体验心得 若是至今都还没决定 是否要购买这款游戏的话 相信这支影片可以帮助你做出决定 那首先是故事剧情 游戏采用的是近年里 三那一大作中较为少见的线性剧情 玩家并没有干涉剧情发展的余地 虽然少了重玩价值 但可以一次就获得完整的剧情体验 照是开发组的安排来推进剧情 最大的难度在于对主要剧情的依赖 脚本写得好 才能保持玩家对后续发展的好奇心 然而我认为本作最大的短板 便是老套的剧情与突兀的角色塑造 游戏在前期的叙事不仅有逻辑 玩家和角色的目的一致 就是逃出黑铁监狱 就以前两个小时的剧情幅度来说 是足以让我对游戏后续的发展感到好奇的 但随着组建剧情的发展 角色的目的在玩家不知情的情况下 变成了解开疫情的真相 不仅主角的动机过于单薄 剧情的片排也非常模糊 不到最后一课 我都不能理解主角跟剧情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于是我通关后再次对剧情审视一番 重点分析了剧情接不上的点 最终得出了角色塑造有缺陷这样的结论 雅各布作为主角 却没有对玩家谈论太多的情感和想法 以至于无法很好地让玩家理解 主角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行动 而本该解释目标和理由的剧情 却让人感到自相矛盾 像是上一秒还在吵架 下一秒见面突然就和好了 不对啊 你还记得他对你和你的伙伴做过的事吧 而主角这种让人感到突兀的心境变化 正是游戏剧情不合理的主要原因 反观配角的角色塑造 就做得比主角来得还要好 目标明确 人物性格也很突出 尽管我操纵的是主角 我对配角心境所产生的情感连接 却相对的更加强烈 故事剧情的起伏并不大 截图真相时也没有太大的看点 是基本只要看过几部十年前的美国电影 都能猜到的老套剧情 角色的速到在游戏的轻描淡写下也略显突兀 对于偏爱故事剧情的玩家而言 游戏的叙事还是有不少可打磨的空间 但单凭剧情来判断这款恐怖生存游戏的好坏 并不合理 也不公平 那接下来就以第二个角度来探讨本作 游戏的核心体验 既然是恐怖生存游戏 自然避免不了战斗环节 游戏随着主线把各种怪物和敌人 逐个介绍给玩家 早期的普通怪就不多说了 可以趁这段时间多多学习战斗上的操作 特别是那让人难以捉摸的闪避系统 闪避是整个游戏最为关键的操作 可是不到后期我都还不能确定触发闪避的条件 这里先说明 我有看教程 智力也应该没问题 可是相同的操作 结果却截然不同 对于闪避的判断机制 个人认为还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而武器的操作就相对的顺畅许多 游戏随着玩家的探索 可以收集到其他远程武器的蓝图 拿到升级平台 以一定的信用点就可以获得该武器 但资源是不足以让玩家升级所有装备的 必须谨慎消费 否则火力没能跟上游戏难度的话 会容易出现卡关的现象 除了上述较为常见的枪械武器 还有前中期就能获得的中立武器GRP 在抓获敌人后 将其抛向危险地形可以造成环境杀 是最有效迅速的清怪手段 但碍于该武器的UI过于隐秘 往往直到抓不起敌人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我的能量操控了 以至于我个人后期的战斗体验 经常忽略了这把强力武器的存在 至于近战所使用的紧棍 其打击感知爽快 是我把游戏打通的一大动力 透过PS5手把的触觉反馈 以震动来模拟那个金属与骨骼的撞击感 每一下都让我乐在其中 但老实说 近战时夸张的运镜 在多个敌人面前就会变得乱作一团 后来发现可以到设定里 调整镜头的摇晃幅度 怕晕的话建议先调整一下 尽管游戏主要以近远两种攻击手段为主 但后期玩家会遇见之前从没遇过 因感染而失去视觉的敌人 机制类似于最后生还者里的寻音者 只要发出一点声音 就会扑面而来 唯有这类敌人 可以潜行绕到他们后方进行刺杀 其同伴也不会对你的行为其反应 就这一点还挺微妙的 到了这个阶段 怪物的数量往往是前期的一两倍 也有耳闻过其他玩家抱怨 游戏后期的难度过高 但其实除了敌人的数量 游戏本身也有在慢慢提高难度 像是当游戏来到中期 重创的敌人如果没能给予致命一击 检查点重来 游戏的机制不断的挑战着玩家的操作 可惜作为主轴的闪避系统 却令人难以上手 使得玩家多少失去了对游戏的信心 但多过次世代的画面表现力 游戏在观感上 依然有着能让人震撼的环境与气氛 也就是第三个角度 游戏目前最为出色的感官表现 尼战的画质与优秀的细节 这些都不在话下 所塑造的氛围要说是游戏界里 数一数二也数十 角色建模和动作不止生动 还完全没有一丝破绽 尽管能表现出角色脸部表情细节的画面不多 但每一次都非常之细嫩到尾 游戏的Jumpscare大多聚集在游戏前期 而后期除了这个宝箱怪突然聚增以外 就再也没有惊吓的元素了 好在游戏略为出色的音效表现 还是能够让玩家投入在游戏紧张的氛围中 作为绝命益次元的精神续作 游戏所采用的极简UI 让我持续保持着极强的带路感 毕竟除了检查背包以外 所有基本的操作都可以在 不互换出界面的形式下进行 最好的例子便是回血的动作 或是更换武器的快捷键 游戏的英文配音算是较为出色的 能很好的表达出角色当下的情绪 但游戏的中文翻译依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G翻等级的翻译实在是让我看一次笑一次 比如说Health被翻译成健康 又或是这个保险司必须的 要让我不在意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啊 最后再做个总结 卡丽斯多协议虽然大多方面都显得不惊人意 但其实并不至于让人玩不下去 基于我个人的战斗流程来说 彼此绝命益次元 或许用恶灵古堡来形容会更为适合 回到影片一开始的提问 一方面我们从着游戏的头衔与预告中的画质表现 把游戏的期望摆得太高 另一方面 游戏本身也存在着不少还可改进的空间 游戏败在差强人意的剧情和欠缺打磨的核心玩法 最总是在次世代技术的加持下 从画质表现上超越他将致敬的经典作品 以上 无论你是否有体验过本作 我们都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你对以卡里斯多协议的看法 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内容能服务到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